台北医学大学重视毕业生与职场无缝接轨 高龄健康管理学系每年都会举办就业博览会 提供平台让学子与产业媒合 今年共有21个相关产业机构设摊 开启与学生们的对话 不少大四学生踊跃参加 我主要是想要了解在长照这块 包括居服督导他们有多少的职缺 然后另外还有因为不只是长照单位 然后还有一些跟长照结合的类似科技产业 或是像刚刚有听到那个咖啡馆 对都是蛮新奇的产业 所以就想看看能不能 就是试看看各种方式去获得一些就业的资讯 我会想参加是因为想要就是了解 现在就是对高龄产业有什么职缺 然后就是可以让自己就是可以去努力 我会想要去当造专就是未来 但因为造专要四年工作经验 所以就想说可以看有哪些可以累积自己这些时间 哪些工作职缺可以去累积经验这样 那每一年每一盒的比率 毕业学生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 或甚至于高达百分之六七十都能够在第一个时间点 就能够顺利媒合 那在之后呢学生就业的几率就可以高达到百分之八十 甚至于更高 那所以我们其实非常希望能够去结合这样的契机 每一个机构呢都开出了各种不同的这个职缺 包括最基层的工作叫做居服员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居服督导员 居服督导员是比较多的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A单位的A个管师 那A个管师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的教育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要培养这个A个管师 所以我们学生在二年级的时候 他们会到长照机构去实习 那实习完了之后他们就会去考居服员的这个证照 所以在二年级有证照之后 我们都鼓励他们三年级就开始到机构去攻读 除了旧博会 学系在平时也积极与企业合作 透过实习教学跨领域工作方强化学生与产业的连结 达到学用合一 培育具市场竞争力的人才 也协助高龄健康产业永续经营与发展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